現在我們做一下開機前需要的 這個是冷凝器,冷凝器這個是下水的 這個是出水,上鏡下出 然後我們這邊看一下這個冷卻塔 冷卻塔這個這邊水過來 看這個鍵號過來 循環本這邊轉過來 到這邊冷凝器下端出水過來 沿著這邊中心管上去 上去 然後 然後 分機 分機的分葉朝上 轉方向是這樣子轉 然後我們接一下這邊的墊 我們打開 打開電箱 這邊是三向 電源線 這是控制控制的 這是壓縮機的 這邊 這邊開關先打下來 打下來 打下來 這邊是循環本 冷卻塔循環本的接線 這邊是冷卻塔分機 接完這兩根線 跟這邊三個主線 這邊是N 這條是N A B C N 旁邊這邊可以接地 接地接這邊 接好我們就可以開機 送電 然後送電完這邊就有一個電源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開機 點這個啟動開機 工作 然後循環水分 很確的 工作 要做第一啟動 這邊 這邊高壓 13 低壓兩根釘 這邊是工業 水油換向 這邊有個工程 這邊有個小水分 這邊有個小水分 浪費 這邊有個小水分 這邊有個小水分